因為我和Kelvin都不是會計師 我們沒有會計師是值得的 一開始我們跟客人去了解他們 其實有這個問題 但我們是不是真的最好的人選 去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bookkeeping這方面 所以一開始我們只有兩個人 但我們要去請一些會計師 去幫我們的客人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很難的事情 再見